下面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山神指路》 我们迷路了 在雨中走了半个多小时 朋友终于无奈的承认了我们早已迷路的事实 山中的雨总是带着雾气 加上树林的遮挡 我们根本看不到有多远的地方 迷路似乎也成了必然 雨越下越大 朋友也越来越着急 我知道朋友的着急中还带着愧疚 领着我这个路痴出来玩 却在雨中发现自己也迷路了 不着急不愧疚才怪呢 哎 看见山顶那个小庙了吗 我们去避避雨吧 一会儿等雨停了 我们就可以找到路了 我建议到 小庙真的很小 只能容下三四个人 里面除了一个不知名的神仙塑像以外 什么都没有 那塑像看起来很是慈悲 可是 在这充满雾气的雨中 总有一种阴森森的感觉 雨一直下 没有一点停的意思 看着朋友越发着急的脸 我出声安慰到 放心 我们丢不了 就算丢了 我也会把你给带出去的 你要是不放心 就拜拜这个神仙吧 我是不会笑话你的 里多人不怪 神就更不会怪你了 朋友只是笑了一笑 我知道朋友不相信 因为他不是路痴 我们走吧 要是实在找不到路 天就黑了 我可不想在这里过夜 虽然我是无神论者 我们离开了小庙 继续寻找回去的路 离开前 我和朋友同时向着那塑像鞠了一躬 哎 你做过坏事吗 朋友被我给问的莫名其妙 你没做过坏事 我也没做过坏事 如果真的有鬼有神的话 也不会伤害我们的 所以 不要担心找不到路 我们一定没事的 雨中的山林 是模糊的 也是寂静的 仿佛整个山林 只有我和朋友两个人 没有声音 没有路 没有可以确认方向的底线 我和朋友就这样漫无目的地寻找着回去的路 突然 前方出现一个人影 很是模糊 但是真的是一个人影 像是附近的山民 哎 跟着他 我们一定可以找到路 快快 快跟上 我激动的拉起朋友 就紧紧的朝着人影追去 可是无论我们怎么追 那个人影和我们的距离仿佛是固定的 可是我们的周围渐渐的 有了人走过的痕迹 虽然很怀疑那个人的速度 可是为了能够找到路 我们还是紧紧的跟着他 山林渐渐少了 远处不时的传来人们说话的声音 我和朋友很开心 我们走出来了 正好追上去 跟他道谢 却突然发现那个人影消失了 我们加快脚步赶上去 发现前面除了一条下山的小路 和我们来时的路 周围都是悬崖 把我们带出来的人影 就这样消失了 我和朋友顺着小路走下去 没过多久 就找到了回去的路 天黑之前 我们回到了住的地方 我不知道世界上 是不是真的有灵异事件 但那个突然出现 又带着我们走出山林 又突然消失的模糊身影 到底是什么呢 会是人们常说的 山神吗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故事 山神之路 山神之路 难养ห了